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馬蜜早晨 又到第二集的馬蜜早晨 跟大家介紹馬蜜的排序讓大家在第二場有個參考 還未說之前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右下角這個位置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記得開啟實心鐘 有新影片便會提到大家 私家三巧度十場賽事 沒有直路賽轉彎六場不壓地便應該 1點鐘開跑,大家到時又可以看看 私家三是否真的這麼耐難 還是又好像菊草般淋了這麼多水 好,機械騎士這隻馬是屬於馬房的第二選 龍天鵬最近在沙田都頻頻有馬贏了 開始發動攻勢,不會只有一個星期 不是這麼快圓的 上次跑泥地,大家看到初出竟然沿途外跌回來 都不散 你說是不是高水準 其實都有些反步速追勢 看頭五名,根本就是最後那四隻追入前五 只有它可以捱到 雖然它的捱到並非特別出色 輸三的半馬位,不是輸條頸 究竟行不行呢? 你可以看看,這個斷速好像慢步速一樣 46秒05 你參考一下,就下一場而已 零利標區應該比它好很多 咦,對呀,零利標區好那麼多 照計算,應該出零利標區跑1200 好些,但問題來了 這場是1200,草地嘛 所以當然是留下泥地千二 讓零利標區找潘頓幫忙 所以這樣的部署,我覺得這些才是合理的 機械騎士呢? 這次不用走外跌 換周俊樂,就算一些不太強的師傅也足夠了 你唯一要考慮,反而是它草地可不可以 不過,你看到這隻馬是深入感 所以應該不需要太大懷疑 其實它是比泥土好 不過,並非沒有深入感受得跑泥地的例子 至於超越名區這隻馬,就屬於縮程 兩邊都是同一個路程 其實都是那一句,減分加成熟度足夠 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不一定要減到最低分才博 作為一隻三四班升降機 就怎樣? 四班減九分 當然是跑回拿手路程 又可以再次攻堅 同程你可以看 因為他試過上三班,其實他都不會完全沒有競爭力 不過對手那麼強,當然不會接近 但你說是否陪跑呢? 也不是的 也有機會拿去比賽 不過你一落四班,最近就馬上就贏了 所以這些馬,四班要看高很多 你說最近都沒有 只不過因為跑千四 連馬才知道不行 所以這次呢 就可以縮程,跑夜馬路程 就沒問題了 當然有馬燒他的 在左手邊一起出閘的海南寶 看試閘,速度快 這次呢 帶零不要的面孤 改一改配備 可能真的有正面幫助 所以這些馬,特意有菊草不跑 菊草其實他跑得很近 剛剛這個星期三其實是可以出的 不過五彭斯沒有馬出的 但是那兩場四班千四 一場 很有趣的 就是蔡悠漢贏了 另一場呢 狼線浩斯是跑第二的 可能他認為這些對手比較強 過來沙田就搏一下 有弱對手 今次又被他搏到 看看巴道會如何發揮 至於大英才這隻馬 剛剛新勝完 三連千二 可不可以連接呢 要看看 因為上次是完美走威 今次要靠進步 再加蔡明紹 要做多次完美走威 才可以再贏 但新勝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仍然換到配率回來 這四隻其實能力差不多 要猜吧 有些機械騎士是否可以 好 先去廣告 回來再講 那些變線馬 合火奔馳 大家都知道這隻馬是機過的 兩次都說這隻馬是四班分子 果然就是這樣 兩隻四班分子跑得很近 跟時間簿一樣 師兄葉楚行回來了 但是這隻馬究竟是否能力強 今次排檔內耳就可以見真章了 叫做操縮 雷劍威的馬 不僅是菊草才三邊爆冷 這些正頭正路都會照放 問題是七檔海南寶又放 六檔超越名區又放 八檔合火奔潮會怎樣 好意思加三蘭酒三碟那些 扯快了又是變快步速 所以形勢上 它比海南寶和超越名區惡劣一些 那我就將它變成變線馬 而各樣大道這隻馬 不怕快步速 所以一有快步速 雖然千二的私欄應該要放得很低 但這些馬本身是三輪 同路程 難得這場有步速 一些有能力的馬 縮回去千二 它很容易會追上來 所以看看中逆禮 這場如何發揮 至於後上馬的銀進 方仔是聰明的 不報這個菊草 為甚麼呢 因為菊草也有很多馬要搏 大家都知道 但又搏不到 看看四班千二 蘇偉賢贏馬 多有趣 方仔不報 方仔其實有報 9秒9上1Q 不過狼善導師放在中間 大家現在看到 然後封中逆從 也搏輸四分三馬位 不夠你健威和容天鵬那些馬跑 方仔是否不搏 當然不是 他心想 我氣管有血 長話孝寬都等著出 不搏 你傻 但已經多馬到 銀進都要放到沙田 不敢說它完全不行 它跑過一次 但大家有留意那次沙田 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加上這次它有見習生 減了10磅 以這隻馬大屬 現在來說 又會夠跑 難得地有補促 看看是否大外檔 能夠適合它追 不過大外檔 都是有點戒心 即是跑這個私難 不是我說 又是那句 你相信數據 都是來檔馬佔優 外檔馬 10、11、12 檔馬 全部都跑到外面 反而善傳香港 可能每次抽不適合 即是能力馬 這次善傳香港 就不同了 這些馬屬於適贏同情的路程 算是有些能力 不過因為你見它 田草也好 沙田千二 或者谷草也好 它會走去放 它是內檔的 比起超越名區 海南寶 甚至合火 奔馳 所以我是它 就會受博士 給人做Cover 這不就更好 所以就可以試一下 而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馬 以前在蘇兆輝 跨下試過前快右快 這樣放贏回來 而正氣 跟著再出 還可以頂得住正氣青鞠 雖然正氣青鞠最近 剛剛菊草大業 就沒有了 但是 這些馬跑菊草 或者沙田都能夠贏 本身都要有能力才能做到 現在的 符綁比當時更加輕 只要你不要覺得 上次發脾氣的推出 太大影響 這就可以了 這次連馬屍都除了 一些交叉鼻孔試試 希望大家可以多留意 接下來我們又去廣告 回來再說一些我沒有貼的馬 葉座 喂 又有時間補不出 這次留下 這四班千里草地 就出一隻初出的好精神 田太安霸著 但大家都知道 葉座雄初出成績很差 你也知道我也知道 葉座雄也知道 但你見他操練得這麼頻密 也這麼積極的功夫 如果初出好分 不妨試一下 但這隻 看回血統也好 看腳法也好 都不像是這麼短途 而且他幾次試襲在外地 都是很差劣的 屬於一些我認為 應該沒什麼能力的馬 即管田太安 抱著不放 初出就留意一下 不過我經過不貼 至於威力 他熱一點更好 至於威力飛彈這隻馬 也贏過這個路程 為什麼不貼呢 平均身低 你留意一下 他上一次 即是季初 輸給果然僥倖 上一季 贏頸贏洋洋大道等等 都是可以擠前走的 問題就是 這場都要擠前走才行 就糟糕了 雖然從戴眼罩 前觸可能都有 但前面這麼多馬 你很容易走三疊 私欄走三疊 跟輸都沒有什麼分別 強行搶越過內 裡面的四隻 你又變得快補速 又沒有那麼好處 所以這些馬 比起剛才跟大家說的 羊羊特藝道 甚至乎合火奔馳 更加惡劣 因為它是在合火奔馳外面 所以就不選了 至於天威這隻馬 其實跟田泰安那隻一樣 都是屬於初出馬 不過又是 怎麼看 不要只看血統簡介 大家看看實際上 這隻馬是什麼價錢 三萬元澳洲紙 即是什麼 廉價東西 200米也需要10秒半 照計也沒理由那麼便宜 但最後都是什麼 十萬元樓紙成交 不算太厲害 對面來香港之前 試過閘 已經同主馬 也不需要搞什麼花款 就算被其他馬影響了 也要第五名過終點 沒有什麼特別的 平無奇的一隻馬 所以初出都是一句 觀望一下 抽來檔都 至於另一隻 這件彩衣 大家都很熟悉 屬於黃志祥 信心之選 那些馬主的 漂亮東西 那些貴馬樣的彩衣 看看價錢 就沒有說了 不過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在外地 起步出雜敏哲 沿途貼欄競跑 之後直領到底 轉了給 契斯那兩個公子訓練 然後就運到香港了 而這些馬 即是初出抽大外當 我覺得 因為這些馬是跟前走的 如果這場太多快馬 反而容易將馬 放頭的一堆 然後中間的一堆 它很容易 會有些好位置放在中間 只要開頭立心這樣做 你知道潘頓經常有些奇妙走位 初出如果這隻 你看到 都有人肯買 但又不算太過差 因為潘頓其實多少都會熱一點 如果你說有10倍8倍給大家 不過應該都不會的 這些放頭馬又試雜敏 外當客人不走的人 那些人私家三眼都會用 如果有10倍8倍就試試 如果5倍留下 算了 都是飛了去 大家都要猜 何必要試一隻熱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好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馬味早晨 稍後 還有這個馬味超人 星期五的其他節目再送給大家 大家記得繼續訂閱這個頻道 一會兒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